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我身边来自全国各地 非常优秀的八位乡村医生 他们在我们节目现场 组成红蓝两队 最终现场答题闯关 为乡请民责 免费的好医生健康大礼包 欢迎你们 感谢中国医师协会 乡村生分会和好医生药医集团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让我们认识一下 新的现场的两位专家评审 让我们欢迎 陕西中医药大学教授 曹兰秀 欢迎 大家好 然后欢迎 中国中医科学院 针灸医院的 吴忠曹主任医师 各位朋友好 各位观众好 那今天两位老师来 会带什么样的题目 来考验我们现场的 几位乡村医生呢 有请曹老师 为我们揭晓本场的主题 本场我们考验的主题 就是老年咳嗽 因为老年人 他由于身体机能的减退 免疫力的下降 所以他会出现一些咳嗽的症状 虽然咳嗽它是一个小病 但是咳嗽时间久了 它一定会损伤我们的肺功能 那么甚至会引起肺组织 毛细血管的破裂 出现咳血的表现 最终导致肺时质的病变 极大的影响到我们的呼吸功能 尤其是在我们乡村地区 对咳嗽往往引不起足够的重视 有一些老人 还有一些偏方来治咳嗽 殊不知这个咳嗽 虽然它是一个小病 但是如果没有正确地加以治疗 往往会延误病情 甚至是适得其反 所以这是一个我们值得关注的 尤其是农村地区 值得关注的问题 我不知道我们今天现场的几位 对于我们今天这个主题 有没有信心呢 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 来认识一下 红蓝双方的各位成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为老百姓醒好医 看好病 加油好医生 我来了 加油好医生 我来了 掌声欢迎蓝队的四位成员 欢迎蓝队必胜 飞火过头 好 我们掌声欢迎红队的四位成员 欢迎 红队 红队 红队必胜 好 加油好医生 我们来听一下答题规则 本期节目一共五道问题 每答对一题即可获得一个健康大礼包 答对累积 答错不减 前四题为必答题 红阑双方各拍出一名队员答题 最后一题第五题为抢答题 答对累积 答错 对方获得一个好医生 健康大礼包 清楚规则了吗 最后来我拉 好 我们来看第一题 针对老年人咳嗽 以下哪种做法是错误的 A 立即服用止咳药 B 多喝泥水 C 多喝姜糖水 3 2 1 请做答 黄蓝双方非常统一 给的是A选项 立即服用止咳药 认为是错误的 来 孟医生 因为咳嗽它是一种症状 而不是一种病 在没有明确诊断疾病的情况下 立即用止咳药 这是不可选的 我想问问张铁强医生 您为什么也非常坚定地 选择A选项 因为老年性咳嗽 咳中有痰 要是早期使用止咳药 痰 痰也排不出来 对病症可以加重 那红蓝双方这道题的答案 对不对呢 赵老师 红蓝双方的答案都是对的 恭喜 恭喜红蓝两队 各自获得一个好医生健康大礼包 恭喜 就是我们带到咳嗽要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第一就是我们说的见咳 休止咳 那么咳嗽它是身体的一个防御性的神经反射 通过咳嗽把这个呼吸道里边的异物 或者是分泌物或者是有害因子 把它排出体外 所以你没有搞清楚原因 你就直接把它止住了 这种情况下不仅不可以得到一个有效的治疗 反而可能会一物病情 甚至是恰得其反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就是我们说治疗咳嗽一定要分形论治 像从中医角度来说 比如说一个外感咳嗽 我们说外感六吟之血 那六吟里边最常见的就是风寒咳嗽和风热咳嗽 一般来说我们说治风寒 一般会用一些这个姜糖水 那么治风热呢 我们就会用泥水 像有的时候 如果说是没有辩证 比如说我是干咳 没有痰 然后说我喝点姜汤吧 那么越喝 姜它是一个心热制品 喝到最后呢 越喝越干 这个痰就变得很粘稠 排不出来 所以对病情是只能加重 不能减轻 所以咳嗽还得去辩证治疗 对吧 是的 那我们看一看 我们接下来第二道题目 就跟辩证来 判别是什么样的咳嗽有关系 来 请听第二题 以下哪些是风寒咳嗽的典型症状 A 咳黄色浓痰 B 全身发冷 C 咽喉发痒 D 流青鼻涕 要提醒各位 这道题是一道多选题 三 二 一 请作答 BCD BCD 来听一下唐医生 因为这个风寒咳嗽的时候 这个主要是蛇指蛋 胎薄白 艳痒 痰液清晰 这是寒症的入肺的情况 谢谢唐医生 我们听听看颜医生 因为碳晃痛 它是风寒咳嗽的症状 所以我们拳掉 A 拳掉了 BCD 谢谢 谢谢两位的分享 究竟这道题目 黄兰双方能不能得分呢 感谢中国医师协会 乡村医生分会和 好医生药医集团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广告之后为您揭晓正确答案 那这道题呢 黄兰双方答案都是一样的 BCD 对 究竟回答的正不正确呢 正确答案就是BCD 恭喜 恭喜黄兰双方 各自再次获得一个 好医生健康大礼包 我们呢就打这个风寒咳嗽 和风热咳嗽呢 它的辩证要点呢 给大家讲一下 风寒咳嗽呢 就是外感了风寒 导致肺气上溢 引起来的咳嗽 它一般见到什么表现呢 咳嗽 咽 痒 然后呢鼻塞 流轻涕 另外病人呢 还有一些感冒的表现 比如说误寒呀 发热呀 再一个我们从痰上 也可以看出来 如果是寒引起来的咳嗽 一般我们说咳痰清晰 吐出来是什么痰呢 就是白色的泡沫状的溪痰 这种呢我们称之为风寒咳嗽 风热咳嗽就是外感了风热之血 引起肺湿清素 引起来的咳嗽 这种咳嗽表现的是咳嗽 咽干 咽痛 咽红 咽肿 声音是嘶哑的 另外吐出来的痰是什么痰呢 是黄色的痰 这一内病人呢 往往还会见到发热 病人会出现无汗 或者是汗而不畅的表现 那么在这种咳嗽里边 风寒和风热里边 老年人主要是以风寒咳嗽为主 那吴老师我们除了就是服用一些药品 来应对老年人这种风寒的这种咳嗽 有没有一些日常的保健方法 也可以进行预防和治疗 有 这个一般来讲啊 风寒咳嗽是整个老年人当中最主要的 它最主要的原因来讲呢 用这个肺脏的肺气亏虚 同时来讲呢 又感受了一些外感风寒 因此呢 我们可以用爱久的方法 来给它脏气 特别是肺脏的气质 给它调一调 给它宣发 给它宣通 调整一下肺气 又能够驱除风寒 这样来讲呢 效果就很好 我们现场请为观众 现场来感受一下 大伙呢 也学一学 因为在家爱酒现在也很方便嘛 好不好 来 有请吴老师 同时请为观众 现在来讲呢 我们取一只爱条 原来以后来讲呢 我们就可以选 最简单的 我们选两个穴位 比如风寒咳嗽的病人 一个呢 在手上我们取一个走弯的地方 在它的靠着大拇指 这一个凹陷 就是从大拇指这一块 过来就会有凹陷 这叫尺直穴 以后呢 我们这个手 拿着以后来讲呢 我们留这个暖三公分 以后来讲呢 我们可以在这 这个定点酒 或者是驱逐酒 所谓驱逐酒 这个一上一下 这样来讲呢 这时候感到非常软和 当然有了两三分钟以后 这种温柔感就向里面传导 这是手太阴肺筋的河血 这个地方对于紫科 小五特好 第一个来讲呢 我们可以就个五分钟 五分钟 五分钟 另外呢 我们还可以取一个肺酥 肺酥是做太阳膀胱界上的穴位 是既在肺脏的局部取权 同时又是肺脏的精气 输出于背部的一个重要的穴位 肺酥怎么找呢 从这个大椎 大椎学就是这个吐血的高点 向下属三个椎体 一 二 三 两边旁开一跌五寸 这个地方 而且这对肺脏 又是肺脏的精气 在这儿输出的部位 既能够止科 又能够调肺 也能够驱逐风寒息肺 这些表证 可以一跌五分钟 这样来讲 我们一天如果有二十分钟 对自己或者是对朋友 对家人进行医疗的话 那么他的风寒咳嗽的症状 就会极大的减轻来自治愈 谢谢 谢谢吴老师 谢谢 谢谢这个观众 那除了刚才曹老师 跟我们说的风寒风热类型的咳嗽 我不知道各位在行诊的时候 还有什么样类型的咳嗽 是你们见到过的 有时候出血汗 然后痰中带有血丝 红绒发痒 次序的咳嗽 就肝咳 酒咳 五痰 曹老师 像刚才大家分享的那种咳嗽 什么出血丝 胸闷这些 又属于什么类型的呢 这些都是慢阻肺的典型症状 慢阻肺 对 慢性阻塞性肺病 它是一个高发病率 高死亡的一个疾病 慢阻肺也是一个 要引起严重重视的一个病 是吧 是的 它的其中一个症状呢 就是咳嗽 是 对吧 来 我们看一下下一道题 以下关于慢阻肺 描述正确的是 A 男性发病率高于女性 B 农村发病率高于城市 C 青年人发病率高于老年人 这是一道多选题 三 二 一 请作答 都是一致选择AB 来 听一下蓝队张书领医生 男同志发病率高 因为他这个体力劳动力大 农村发病率高于城市 由于这个环境 跟这个医疗超条件的差别 所以是引起的 来 我们听一下 红队孙医生 男性性肺病率高 这个西洋是非西洋 在发病率的三倍 所以男性发病率 有明显高于女性 第二方面就是 努腾要比城市的发病率高 这一个是环境污染 另一个是大气污染 好 谢谢 谢谢两位的分享 那这道题两位选择 又是同样的答案 回答到底正不正确呢 两边的大夫都很厉害 答案都是正确的 恭喜 恭喜红阑双方 目前三道题 红阑双方都回答正确了 各自获得三个 好医生健康大礼包 刚才他们做了一些分析 您点评点评 这个慢组肺呢 它就是两大特点 高死亡率 高患病率 男性呢是12.4% 女性是5.1% 也就是跟男性抽烟 是有非常大的关系 再一个跟男性的体育劳动 比较多一些 所以说是男性患者 明显地多于女性患者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就是我们说两个发病率 城市的发病率呢 是7.8% 农村呢是8.8% 所以农村的发病率 确实也是高于城市 还有一个就是老年人 这个慢组肺的发病率嘛 你想它所有的病情发展 它都是从量变到质变的 那可能病人一开始 只是一个急性的支气管炎 慢慢发展成为 我们说慢性支气管炎 最后发展成为 慢性阻塞性肺病 那自然是这个过程中 人的免疫力 是在逐渐地下降 身体的机能呢 也在逐渐地减退 所以我们说 肯定是老年人的发病率 要大大的高于这个年轻人了 曹老师 那个慢组肺的这种咳嗽 和咱们普通的咳嗽 有什么区别吗 它主要有四个鉴别要点 第一个呢 就是慢组肺和这个普通咳嗽 它引起咳嗽的病程不一样 一般我们说 一般的外感呀 这种普通咳嗽 它病程一般不超过两周 但是慢组肺引起来的咳嗽呢 它具有一个长期性 而且是反复 另外一个呢 是逐渐加重的 第二一个呢 就是我们有时候 还要结合病人的这个生活习惯 和他的居处的环境 来进行鉴别 一般慢组性的病人呢 他有一个长期的吸烟室 另外他居处的环境呢 像长期接触这种粉尘呀 棉尘呀 烟尘呢 他都会容易得这个慢组肺 另外一个我们说 慢组肺和这个 一般普通咳嗽的区别 还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呼吸困难 一般我们咳了以后 它不会呼吸困难 但是慢组肺的病人 它就表现为呼吸困难 早期的就是 我稍微活动一下 劳累了 干了点活 我有些累 有些呼吸困难 到了后期的时候 就是自从事日常活动 甚至是在休息的时候 什么都不干的时候 它都会有呼吸困难 就说我们说了 胸闷气短 胸中有一种质色感 这种的时候 这就是呼吸困难 是慢组肺最典型的症状 另外一个呢 我们说咳嗽 它分为外感和内伤两种 像这种外感呢 我们刚才说风寒风热 那么内伤咳嗽 就是我们说 因为脏腹的功能失调 引起来的 所以这个慢组肺 它影响到了肺脾症三脏 那肯定就属于内伤咳嗽了 它的鉴别点呢 主要就是这四点 一旦出现症状 及时就诊 不要延误 对 所以说您刚提到了 要及时地治疗 那像您说到的这种慢组肺 应该如何治疗呢 我们来看看下一道题目 以下哪种动物类药 可以缓解慢组肺的症状 这是一道多选题 A 水质 B 蛤蟆 C 蚯蚓 D B 虎 321 请作答 先听一下孟祥斌医生的分享 因为从中药的角度来讲 水质 它具有这个瓶喘的作用 解除这个瓶花肌痙磷 第二个呢 你想想这个蛤蟆 它的成分也有这种 解净瓶喘的作用 然后呢 还有一个蚯蚓 它的中药材名字叫地龙 所以说呢 这个地龙呢 也是通络的 并且呢 它贵精贵肺精 而B虎呢 它就没这个作用 来我们听听看 王伟华医生 以上三种约物 都有通宣理肺 止咳化痰 瓶传 通罗沥水的作用 究竟这道题目 红蓝双方能不能得分的 曹老师 都可以得分 恭喜红蓝双方 再次获得一个 好医生健康大礼包 水质 就是我们经常民间说的马黄 它有非常好的抗凝抗血栓的作用 我们在治疗慢足肺 后期引起来的肺纤维化的时候 用水质它的效果是很不错的 那么地龙 也就是我们说的蚯蚓 它本身就平喘的作用是很好的 那在这里边可能用的比较少的一个 就是这个蛤蟆 我们国家呢 有一个名方 这个名方呢 就是这个汉蛤蟆伞 汉蛤蟆伞 对 这个名字听起来蛮有音色 上课50一级啊 对 这个汉蛤蟆伞呢 它是山西的一个老中医 在50年代的时候 就把自己传成了120多年的祖传秘方 汉蛤蟆伞呢 就把它献出来了 真的是它这个效果 对慢足肺的治疗是很不错的 它这个汉蛤蟆伞里边呢 主要是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化痰 它化痰非常有特色 就体现了中医的特色 什么特色呢 就是肺脾肾三胶同质 中医认为啊 这个肺是除痰之气 但是生痰之源 就是真正产生痰液的来源 是在什么地方呢 是在脾 是在肾 因此呢 它是第一方面 把除痰之气 就是把肺里的痰 给它清干净 同时呢 又通过健脾温慎的方法 从生痰之源 从痰液产生的来源呀 它的根本上 把这个痰吃干净 这是它第一个亮点 第二个亮点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它还可以 有非常好的 抗病毒的作用 很多时候我们这个 肺病的病人发病 都跟感冒有关 什么感冒呢 90%的感冒 都是病毒性感冒 而它有 既可以治风寒 也可以治风热 所以它抗病毒的效果很好 另外一个呢 它还可以提高 我们人体的这个免疫力 同时呢 它止咳 瓶 瓶 解经 所以我们说 这个汗蛤蟆散 它整于是 把慢足肺 每一个发病的环节 每一个病理环节 它都兼顾到了 所以我们说 这真的是一个名方 谢谢了 分享 谢谢 第五题呢 是我们的最后一题 也是我们今天的抢答题 到目前为止 红蓝双方 前四道题都回答对了 那就说都是四分 都是四个健康大礼包 那接下来第五题 就非常关键了 看一下第五题 以下哪组学位 适合慢足肺患者 来调养脏腑 A 风驰雪 皮书雪 足三里雪 B 中腹雪 皮书雪 阳灵泉雪 C 肺书雪 皮书雪 肾书雪 请抢答 红队 来 考虎雪 肺书雪 考虑好了 请作答 C 选项 为什么 因为肺书雪 皮书雪 肾书雪 这三个雪 都对肺有好处 都可以补气 究竟这道题目 我们红队的答案 正不正确呢 胡老师 公示红队答对了 恭喜 红队 五道题 全部回答正确 或者五个好医生 健康大礼包 蓝队 由于最后 手伸慢了一点点 前四道题回答得非常好 或者四个好医生大礼包 这个老年人咳嗽 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一般来讲 刚刚开始出课的早期阶段 它的咳嗽的病源 定位的胀气 主要是在肺上 冰久了以后 皮足运化 功能进一步下降 这时候皮为生痰之源的症状就变为明显 也就是说肺为除痰之气 皮为生痰之源 这阶段大约在咳嗽的中期阶段 如果病太久了以后 这一步耗上肾气 我们说穷病就肾 而且累久了以后 老年人阳气不做 这时候往往肾足拉气的功能进一步下降 这时候表现为肺脾肾三脏同病 因此老年人的咳嗽 慢性咳嗽的 绝大多数都是肺脾肾三虚 因此我们取 与肺脾肾相对应的三个脏腑的数学 也就是肺疏 皮疏 肾疏 来调补肺脏 化痰子科拉气频繁 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谢谢两位老师今天慷慨分享 谢谢 今天我们今天学到很好的方法 这些病呢 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也可以做一些一个预防 我们就可以做到健康自己防 小病找村医 大病去医院 再次感谢中国医师协会 乡村医生分会和好医生药医集团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教育好医生 下期节目我们再会